我是护票胖子 大家好 我是护票胖子 刚才坑爹了 这个开箱都没拍到 我以为拍到了 结果视频拍完了才发现我都没有拍 手机没有拍 忘了拍了 结果都把开箱都开完了 这个钱 结果我一个都没拍 自己说了十几分钟 我靠太坑了 我是护票胖子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粉丝寄给我的钱 他寄给我这堆钱 一共是应该是21枚 一共是21枚 反正这个人很熟悉 他肯定不会怀疑我造假什么的 这个不存在 这个人已经合作 十几次了 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哥们 然后呢 这一堆钱 大家也看到了啊 这个钱的话 我觉得是我吃不准的 因为这个底章啊 这个状态啊 那我不太吃得准 因为我感觉这个钱的这个状态和底章 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了 他这个穿孔也不一样 有可能是这个板膜是这个样子的吧 我不知道 然后这个保值 啊 这个保值的话 感觉看着是蛮好的 包姜 状态 各方面 我觉得都挺老道的 但总感觉有哪里怪怪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 我就觉得他这个文字好像有点 有点不太好 反正我也说不上来 对 对反正我说不上来 我就总觉得这个文字不太好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不在一个面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感觉这个钱不在一个面上面 这是一个 也不知道 当然这个我一家之言啊 我玩的时间也比较短 我能确定这个东西一定不对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有点怪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怪的 这个大字扁当我觉得是没啥问题的 然后这个我也觉得相对是开门的 虽然他这里有个月很奇怪 但是我这个包姜和这个状态 我觉得是可以的 没问题 这一枚是一个加息重 他这个传世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也还行 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这个五指登科 这个五指登科 这个我觉得给个八五是没什么问题的 状态还是不错的 这个路啊 冷雾啊 都还是蛮好的 这个福 五指登科 我感觉这个钱也比较自然的 没什么大问题 就包括这个面 在一个面上 这些状态啊 文字状态都在一个面上 还是不错的 那这些周园 我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像这些周园小钱啊 这些周园雍正啊 我是感觉都还是比较开门的 当然我看周园雍正 我很多也看不出来 因为现在周园雍正的高仿是 特别厉害 周园雍正的高仿是真的很厉害 我自己也吃过药 就他帮我买的那支批量里面 就有两个假的 三个有两个假的 反正也是 被他坑了啊 但是我也没有跟人家计较 毕竟大家一起说好去买的 对吧 买了假的也不可能说是啊 都是你的责任 你要退给我钱 然后你这东西在我手里 我就不给你钱 不会干这种事 大家放心好了啊 一码大家一起掏钱去买的东西啊 你是帮我忙 对吧 这肯定是我自己承担责任的 啊 这个是一个天气十一辆 我觉得这个天气十一辆也没什么大问题的 我刚刚看的有点 其实也挺自然的啊 这个这个钱啊 一看这个面上面啊 这这个状态啊 然后这背面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钱也是开门的 也没什么大问题 那是他减脂板的十二生销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状态 整体看下来呢 我觉得这一枚钱啊 这枚钱都有一定的风险 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问题不大啊 我们到时看看送品回来的结果会怎么样 啊 反正一共是这么多钱 共是二十 这边是五个啊 这里再五个十个 这里是五个 十五个 这边五个 正好再加一个啊 这里五个 啊 这里五个 十个 五个 五个 二十二十一枚啊 一共是二十一枚 啊 这上面也是二十一枚啊 正好 这是 这一批东西啊 行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嗯 变得简短 而那个不啰嗦啊 直接搞定了啊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还是拜拜了呢 拜拜